赫尽是王参元诗火书 柳宗元 得杨八书 只足下遇火灾 家无余储 仆始闻而害 终而宜 终乃大喜 盖江调 而耕以赫也 道远严略 由未能揪之其状 若果荡烟 民烟 而兮无有 乃无所以游贺者也 足下秦凤阳 乐朝夕 为田安无事事望也 仅乃有焚羊贺猎之鱼 以震害左右 而之高修水之巨 祸以不及 无事已始而害也 凡人之言 皆曰 应须以福去来之不可偿 或将大有为也 乃使恶困阵际 于是有水火之孽 有群晓之运 劳苦变动 而后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 思道辽阔淡漫 随圣人不能以事必信 事故终而秦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 善小学 其为多能弱势 而尽不能出群世之上 以取显贵者 改无他言 京城人多言足下 家有鸡获 世之好联名者皆未继 不敢到足下之善 独自得之 心续之 贤忍而不出诸口 以公道之难明 而世之多贤也 亦出口 则痴痴者 以为得重路 菩自真元十五年 见足下之文章 续之者 盖六七年 未尝言 是菩斯一身 而复公道久矣 非特复足下也 即为御史上书郎 自以性为天子进尘 得奋其舌 思以发明足下之欲色 然时称道于行列 犹有故事而怯效者 仆良恨修己之不量 素欲之不利 而为世贤之所加 常与梦击道 掩耳痛之 乃今性为天火之所抵挡 凡众之一律 据为辉哀 前其卢 这其缘 已是其无有 而足下之才能 乃可以显白而不污 其时初矣 是注荣回路之相无子也 则谱与秦道十年之相知 不若自火一息之味 足下欲也 诱而章至 使福续于心者 贤得开其慧 发策绝科者 受子而不利 虽欲如相知 续缩受武 岂可得乎 愚资 无有望于子 事已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哉 同位者皆相调 许不调哉 君子勿之 仅无知所臣 若是 尤以一乎谷 故江调 而耕以赫也 严增之阳 其为乐也大矣 又何缺焉